去年北京开办了一个叫做孔子和平奖的奖项 在许多大陆民众都还没有耳闻听说的情况下 今年9月中旬 主办单位又出录了八位第二届孔子和平奖入围者名单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这项活动竟然被中共当局以严重违规的理由 在9月29号下令停办 怎么看各种玄机我们的独家采访报道 孔子和平奖主办单位是以文化部名义高调续办第二届的奖项的 但主办单位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目前已遭到解散 据了解这个单位名义上虽然是民间团体 却受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管辖 协会向主办单位发信 只说部门擅自主办第二届评选 事先没有上报 并擅自更改名称 严重违反文化部社团管理规定 因此决定停办孔子和平奖撤销这个部门 去年12月8号 第一届孔子和平奖抢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前一天公布获奖名单 获奖人国民党荣誉主席联赞不但没有出席颁奖仪式 他的办公室人员还表示 他们知道孔子是谁 但是不知道孔子和平奖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去领奖 不过主办单位却安排了一位小女孩带领 而今年入围的八人有三张是去年入围的老面孔 今年新入围的还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台湾亲民主席宋楚瑜 而普京的入围令西方媒体再次质疑孔子和平奖的标准何在 组织者去年说 孔子和平奖代表了中国对和平及人权的看法 但有网友认为 第一届就让人觉得丢脸 这次换报普京大腿报不成了 香港东方日报30号报道 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所谓的孔子和平奖实际上是当局一手策划的政治闹剧 在今年与挪威关系复苏 近期逐渐恢复经贸合作的形势下 为免双方尴尬而再次仓促叫停 挪威去年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中国在求异见人士 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 就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夕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匆匆推出孔子和平奖 被大陆网民当作国际笑话 伯克·库斯克认为 泱泱大国心灵脆弱的像个小学生 一次又一次丢人现眼 这种政权也是国耻 新台人记者李韵、周平、孙宁采访报道